在肆虐越南中部的洪水中,受烟禁的村落只见树顶和房顶。 越南九个省的洪水水位不断上升,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疏散,大批房屋被淹没。 无法逃走的人被困在房子内,这个妇女逃离洪水之后返回自己家中,她说她到了其他地方站住几天,回家后没有东西吃,身体湿了,没有衣服替换,真的很艰苦。 在滔滔的大水中,分发食物格外困难,道路同桥梁严重受损。 这个灾民说,这是1985年以来水势最大的洪水,它只是置身逃出来,所有家当都荡然无存。 另一方面,在印度尼西亚边远的西巴布亚地区,因为暴雨造成洪水,从空中可以清楚看见, 村落被洪水包围,房屋受损,道路淹没,运输路线被水淹,桥梁受损,很多人需要直升飞机救援,很多人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才能回家。